第一的这个套路 然后对方侦察非常完美 你还是打完 这边打完我不是乙峰 乙峰要怀疑人 虽然我觉得却不赢的 虽然很稳定啊 但是的确这个打乙峰归 我的确没想到 不应该 打乙峰归成这样 居然打成了一个换家的局面 我真的是罪了 你当时回城了你 乙峰真的不太会换 会换一点 说不定你妈却不被换了 这盘赢不了 这盘赢不了 这盘是真赢不了 你说会换一点 开局你妈的 他就归成这样 好好打 有机会赢的呀 那那你你就 你就不能 你就不能用龙狗 那他他直接是跳 他直接是跳这个 凤凰的射程去的 这盘就没有 你只有说你早一点 这个飞龙腐化成型 对吧 然后生三本 然后各种的 他换家还有机会 你妈的 他们说说不定 确服职业 你妈的 胜负第一 面子第二 这种就是 你妈的 就 就 软脚侠 你知道吗 就打 扛不起神族 这根棋 我就这样跟你们讲 绝对扛不起 这根棋 爱尔如果让他来扛棋 爱尔是领 他是领袖 绝对不行 你们就讲 Chip这个选手 最早 对吧 让你妈让 逆不插棋的人 也是也是 对呀 关键时刻就是 他掉链子 关键时候你们永远都扛不起大气 永远都掉链子 这种怎么扛神族大气 你们想想看 当年是不是 他跟逆不打决赛 被逆不淋 淋风 去年也是背景板 好吧 去年进决赛 是不是背景板 怎么说呢 大气只能靠 阿老师来扛 神族大气 只能靠 麦克尔赛来扛了 一套粪坑流 薛布如果 薛布很奢大粪坑流 他如果学乎粪坑流 他要骑着粪坑流 他应该会进步很多 反正你的不攻 对吧 你就修粪坑 往外运营 扩张就好了 你就把你修地保的钱 修成粪坑 不是修地保 是把你的那些叉子 变成粪坑 你又不攻的 你拿那么多叉搞毛 是不是吗 说的没错 我们看第二场 以风跟薛布打呢 有一点好 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套路 发挥出来 薛布不打一波的 是的呀 很开心呀 看这一场 你说这以后 以后怎么打不就 CS比赛 阿尔发 死大以后 还报名 你会怎么样 那不是这个天梯 不是这个报名 要被打成屎 很多人 我觉得阿老师过来的话 阿老师有机会出成绩的 有机会 绝对有机会 阿老师很厉害 作弊竞赛 我只这么说嘛 对不对 首先他不可能 报名不可能让他来参加这种 WCS比赛 电子竞技 你妈的是人与人之间的 这个公平对抗 你好像说的有点道理 但是话又说回来 阿老师也是 也是人呀 人工智能呀 你要这么说 对不对 我就在想 阿老师今天如果 比如说 他要针对你 他把你的replay看一个 那是不是他 你妈可以无限针对你 你说的没错 他你妈一瞬间 可以看完你这一辈子的replay 不是 把你 比如说 比如说你今天 比如要跟Serio要打 把你Serio的 所有大赛的战报 全部读一遍 对吧 给阿老师读一遍 然后阿老师只花了一秒钟 全部看完了你一生的replay 对 关键是你的所有的 把你所有的套路 还模拟了一遍 对 你所有的习惯和肌肉 他都知道 他还模拟了一遍 阿老师上天梯 好像没了 天梯你更新那个版本 阿老师不会打了 你换那个版本 阿老师不会打 谷歌又没搞 其实我告诉你 他就是老版本 这种打法打也行的 你版本一换 这个阿老师 这个 你要重新学了 重新学 要钱的呀 那你妈的 其实 按照你这么说的话 真正的上帝 是你妈的是暴血 还是 不是 阿老师其实是可以学的 你新版本一出来 他也能学 马上就能学会 对呀 妈呀花钱的呀 电费不是钱的 很费电的好吗 那倒是 因为阿老师学 心机不费电 阿老师比我们都费电多了 主要阿老师交不起电费 没办法 所以说要参加 你妈要参加 WCS啊 拿点奖金 妈 贴点兼费啊 是呀 增点电费回来 贴不起 贴不起 那个 WCS WCS这点奖金 贴不起这点电费 妈 这个电费有点高 我靠 感谢 感谢风音箱的 灰落轻什么的 一个飞机啊 感谢兄弟啊 两VS开了 换了个套子 骚扰转两VS 奖金不够电费的呀 你奖金才多少钱嘛 你第一名28万美金 开不了多久的呀 这电费一会儿就给你 开没了 那么贵啊 这电费啊 贵的一憋 你都不知道阿老师 阿老师这么多么费电 这个这个我真不知道 没有研究 真的呀 阿老师真的很费电 阿老师只能 你妈先去打TI 把TI的钱挣的 你妈来来开电费 好了 乙峰这边 前期是没有什么吃 没吃什么亏啊 但是面对这个双PS 乙峰有感觉吗 我觉得乙峰这一波招的有点重啊 对 双PS他完全没想到 对 凤花一搞 然后侧面的这个使徒一飞 我们看乙峰走来手 后来 他们要五个阿老师更鬼 你妈的 哈哈哈哈 那倒是 那倒是 你们要这么说 他的确是这样子 也是啊 他还要换 他有点卡呀 有什么情况啊 我不卡 我不卡 你这边你刷一下就好了 我就是 我帮你 我帮你 你帮你 大家好 你帮我好 我帮你 护人 东西 我帮你 你帮你 他帮你 我帮你 前面 又不是打CVZ 我不知道埋地移动蜡蜡蜡有什么意义啊 蜡蜡刺蛇埋地移动先去烧 变了7个火蜡蜡 他这个是什么打法 就是埋地移动蜡蜡烧一波 然后蜡蜡火蜡蜡打脸啊 在里面抱女皇手 对吧 埋地移动蜡蜡 诶可以哦 转角遇到爱 埋地移动蜡蜡我总觉得埋不进去啊 因为蜡蜡现在这个就埋地移动的时候 太明显了 他改过一次这个黑线 再我们来看一下埋地移动啊 他改过一次 他如果不改这个的话 的确 看不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待会儿OBG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埋地移动的黑线 明不明显 我上次看到好像还是很明显 哇 这集很明显了好吗 黄哥 这个还不明显 啊 一条影子好不好 这个是啊 已经看到了 已经看到了 我这边有点 你稍微等我大概五秒钟左右 啊 你现在几分 我39 45 41 42 43 44 45 46 OK 对吧 这个已经明显的一逼了已经是 散开啊 拖时间 现在给自己拖刺蛇地刺的时间 所以现在埋地章狼没有 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 如果ZVZ的话还行 因为ZVZ的话 你埋地章狼 军探里面不太容易看得到 对 还有正面会给压力 给压力的时候 可能别人就不太会看 不 新智选手的确很多都是瞎子 但是居然瞎子 也能看得到 好吗 对 太大一坨黑的在那里 这个 但是我告诉你 真的还是蛮明显的 再拖一轮 他主要是给自己拖 第一次刺手的时间 这排尹峰打人还挺举动的 主要是 主要还是这个Chip 你看他又开始归了 他既然都走上这条路了 那为什么不就粪坑走起吗 你出那么多X 真的他又开始归了 我真的是醉了 他都根本不用出这些X的 你不觉得吧 反正也不A的 出来搞毛啊 你妈的直接自己开矿 修地保修电池得了 这一波空头也没什么意义啊 这一波空头也没什么意义啊 你直接刺 算了算了 你冰包下来 你冰下来再放下来啊 那这是什么东西啊 诶 这多线崩了 诶 诶 卧槽这两把点 诶 还要有第10 还有第10 这边损失还挺大的 卧槽这妈起手两把点 这你妈这几把点打惨 好来被平推了呀 你这个正面有点太弱了 我规规规 但我觉得你全部都是破绽 忍不住就冲上来了 他不会这个时候退回去了吧 这为什么要退回去吗 你告诉我 他往前顶着好了呀 台下 好全部吹起来 吹完了这个第10 也是不会埋下去 真的是不朽爸爸呀 这个时候 他第10改过一次的 以前就是你埋地的时候 你吹起来了 他还是埋地的 还是埋地啊 对后来改过一次 这比较合理 这比较合理 机器 这就是实力差距很大 没机会 这个是没机会 以风 就现在而言的话 要想打赢 却普还是太早了 对 差的有点远 就正面的实力 好来 那这样的话 却普也是2比0的比分 是战胜了以风 那我们要等下一场 对 哎呀 撒个尿去 四张比赛进行下来的话 其实解释今天发挥的 相当不错的 1比1平的这个却普 1比1平的夜碟 那夜碟能否再接再地拿下一次 对于以风来说 基本上现在0干2这样的局面 基本上很难出现了 好了我们要等双方 就这个小组的第5场 这个拨2的 我们看下场是谁啊 好 Solotov终于要上 要打解释 接下来的比赛是Solotov 打解释 Jim对夜碟 然后最后Chimp对Solotov 今天我们还有三场比赛啊 吕布不在这个小组啊 你们要看小组的呀 对不对 吕布不在这个小组 他怎么怎么打的比赛 你告诉我 对吧 吕布在C组啊 C组 大家不用着急 反正这个这个比赛 四个小组都要打的 A组呢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A组 选手的实力 稍微弱了一点 如果B组的话 B组的话就有Solotov Time 对吧 这几个都很 都还是蛮强的 然后还有Momba 还有NICE 还有BlinkGG 这一组的话有 吕布 Impact 然后 然后还有这个 Haas Rex 蓝星我就不说了 还有一个 中国神族 中国神皇Michael Sade 中国粪坑王Michael Sade D组的话也很强 Cure Cure 探机 邦尼 对吧 然后 探机 青本 还有一个GoGoJoy GoGoJoy 可能小组里面最弱的 A组里面 最有可能出不了线的 应该是乙峰了 然后还有一个选手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Solotov 我们还不知道 他什么实力啊 这张比赛看完 看的时候就知道了 你是吗 Solotov吗 对啊 Solotov 这张比赛看完就知道了什么实力 Solotov怎么突点的嘛 哎 你这叫性感 你懂 不是 Solotov很壮 非常壮 他比 他比Showtime还壮吗 对 很壮 他比Showtime还壮 我靠 他跟Showtime差不多 你上次不见过他们在重庆 我 对啊我见过他呀 对吧 你不觉得他很壮吗 就我跟你说 Showtime这个身形嘛 就是真的是那种 什么足球运动员那种感觉 对吧 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就说 Showtime还好吧 就正常的那种 就是身身身体比较健壮的那种 对 应该经常健身 健壮的一笔好吗 我觉得Showtime应该是经常健身那种的人 对 Showtime 肥宅那个不叫你妈 那个不叫壮 我再说一遍 那个叫肥 你妈肥和壮是不一样的 我靠 你一看你妈这个 这个Solotov 一身肌肉好吗 你妈肥宅是一身肥肉 不一样的 肥宅 你们自己想嘛 是不是 这个是身体很结实那种 就是很 就很壮的那种感觉 他说左边这个 妈只要换一身足球运动服 他妈 他就是运动员 其实看起来很像 你说的没错 你是运动员 我靠 看起来很像 对吧 妈你今天跑过来 他换个你妈巴萨的这种 你跑过来跟他说 妈巴萨气度选手 你也不知道是谁 那你感觉就应该有点像 对吧 有点像 肥再穿个巴萨衣服 你妈的你就绝对是球迷我他 哈哈哈 好了我们来看这场啊 苏特夫对解释啊 苏特夫也是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比赛中了 因为 毕竟就是我们还是 要求就有一些就是水平比较高的选手 他的水平的话 跟韩国一线选手比起来还是稍微差了一点 对 不过他功夫杯我觉得是可以报名的 对他刚好在韩国 所以就叫他过来打打 对 对 看看他水平怎么样 我觉得苏特夫其实也蛮拼的 很早就跑来韩国联 拼的一逼好吗 而且他好像也没有住在这个跟嘎姐他们住在一起 就不知道住哪里 对不对吗 嗯 一个他一个你想以前那个南尼瓦 你不要管南尼瓦 你妈的嘴巴讨不讨厌 但是但是你要知道南尼瓦那个什么东西 我今日收入三万多什么东西啊 我什么时候收入三 我今天 什么什么意思啊 我怎么收入三万多了 我靠我发财了 我他妈一天能赚三万多 偷偷的你妈的 偷偷的你妈的去外面赚钱了我靠 毛你妈的我什么时候 今天我什么时候赚钱了 这 你不要乱讲的我靠 我不是嘲讽你们俱乐部的选手的身材 你妈肥宅的确有点语言 妈的你让你亲戚说肥宅圆不圆 肥宅是有点怕 是的呀 我对吧 那我说的话可能你不信 妈的你亲戚说的话你肯定信了呀 你妈你们不要乱讲好吗 我什么时候就日入三万了 你们开玩笑了 感谢马夏尔今晚进不了球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啊 不是南尼瓦有点贫 南尼瓦当时为了练心技 直接把家房子卖了 你还记得吗 哎 她在瑞典直接把房子卖了 然后把拿着钱就来韩国了 真的屌 中国人是做不到这件事情 不用在这个是不用想的 沙特夫斯直接提了这个房子速度 什么AC米兰都被5比0了 唉 我毛真苦啊 我还是怀念那个90年代的AC米兰 那是巴乔呢 哎 有个比埃尔霍夫就不错了 妈个鸡 比埃尔霍夫那个时候 AC米兰不是最强的时候 那不就是最强的时候吗 不是巴乔那个时代 不是最强的时候吗 那不就是比埃尔霍夫那个时候吗 那不就是比埃尔霍夫那个时候吗 巴乔跟比埃尔霍夫一起的吗 我 我 是吗 我就记得前锋是你妈的那个 什么什么黑珍珠乔治维啊 你妈猛的一滴的人 那另外一个是谁吗 另外一个是是那个是比埃尔霍夫吗 他们就是这些人吗 嗯 他们说大阴扎记的时候很猛 大阴扎记的时候也也挺猛的 哎那段时间都很猛 哎呦 嗯 哼 我是云球迷啊 我是云球迷啊 我的确是云球迷好不好 老子办了 其实我想说我怎么不是云球迷 老子极紧球迷 哼 解释开始的这个 先知没有烧到什么东西就死了 这有点可惜 啊反正两个人 嗯 这正常开局吧 嗯 嗯 很 嗯 嗯 一波过来压你三框 这三框还不好开 我感觉我感觉现在也是很难受 他被这么狗压伤了 对一六波前快也开不起来 就被打乱节奏了被这波狗 他这波狗搞了他一下他矿都开不出来 投白球出来开矿也真是惨 五分四十秒才点下去 这波狗主要是这个是连错反应 因为第一个先知是没有杀到任何东西就死了 然后导致他就缺乏这个骚扰的能力 然后对方又抱了一波狗 然后就把街头打乱了 白球追狗怎么可能追得到 这个局面让苏托夫这个运营太舒服了 对 非常顺啊这个局面 解释看起来有点打不过苏托夫的样子 其实去年一年也没怎么出过成熟 对 也打的并不是很好去年一年他打的太粗了有点 典型的欧洲的二线的重逐选手 在欧洲绝对不是一线的 但是但是他虽然是欧洲二线重逐了 但他爆兵 实力还是可以的 他爆兵 实力还是可以的 嗯 打得很粗 我就那么告诉你们 你们觉得他是二线重逐选手 但是他有他有时候能够打出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比赛 很多的中国选手未必打得过这个熟通 你们不要小看熟通 那倒是 都往下 好 简直播 难 shifted 之后 之后 exact 我没骚到东西了 骚托夫转了一个三本 他就是狗独暴蟑螂转大龙嘛 大概就这么大 怎么说呢 解释这个三框 虽然说刚才是被烧了很久 但是总的来说 其实解释这一盘的运营 比我想象之后好很多 嗯 不是 专业双方那么少 哎 妈的我发现他又去大龙感染了 感觉啊 对呀 他取回这个招牙 哎 他是万恶之源好吗 妈的 你要知道你妈的大龙感染 就是他发就是他发明的 继续把这狗 一定要把这狗狗的手打断 你妈这狗狗别万个多巨远 让他万个巨远 啊 这波 哎 这波解释 直接出门的 让你万个巨远 让你万个巨远 让他万个巨远 对 这个局面就刚好 其实是变大龙的时候 大龙是变不出来的 没那么快 解释白球很多啊 主要要散的好 插一定要散的好 散的好 这波还有机会 散的好加立场放的还有机会 这波他插 插只要不上 你没闪电 我觉得有闪电的话 没事 你没闪电 硬怼 插不要上 硬怼 就是白球不许硬怼 对完了插再上 你插去打个多线也行 对吧 对 你就硬怼 这个时候 就拿这波强换他赌爆 散一下 稍微散一下 让他抓 让他 还行 这也太多了 我靠 太多了 这个真的太多了 让他抓也招不住啊 但是怎么插立功了 哎 这插立功了 把你赌爆都换完了 都换光了 索特夫也不管了 先把你正面吃了再说 哎 没 再刷进 刷有机会啊 我觉得有机会 这个局面 索特夫被插惨的 这波其实解释还是有 有点脑子的 对 你差点出去了 你妈 你说白球不朽 换 换毒爆 也不亏的呀 这波打下来 虽然 这个解释把所有的 带气的部队都换完 但是呢 这个带气的部队 待会儿再打大龙的时候 是没有用的 其实 索特夫 白球带不朽是没有意义的 这索特夫 打了一辈子都这么打 动不动就大龙感染走起 不跟你多比比 也是能静 应该继续去搞事啊 尽量的去给自己争取一些空间 不要让对方的大龙那么轻易的压到自己脸上 对 对不对 然后各种的去绕插 各种给对方压力 把这基地可以插爆 插爆之后直接走 不要去跟对方硬拼 保留这个差的这个数量 待会儿各种的去绕 因为它的激动性还是蛮好的 对 家里面看 其实我是觉得家里面 也是憋 憋这个虚空啊 有点有点二 这个局面还不如直接闪烁追列 反应还行吧 这局面真的不如闪烁追列 虚空未必是好事情 解释为什么它那套航母流不用了吗 我不知道呀 是不是最近输的有点多吗 它那套航母流 这个谁知道呢 这肯定跟它最近练习有关系的吧 转了一个虚空插白球不朽 苏特夫也没出感染啊 光出腐化不一定打得过的 虚空插腐化也是很厉害的 我主要现在要打游击 不能不能跟它大龙去正面拼 但苏特夫现在就是在防守 把自己这个大龙的优势憋起来 把大龙场插了 有没有机会 真的应该 真的应该有那个 大龙场是插了 但真的应该有blink 这没有blink很难受啊 先卖一个不朽 你可以走呀 你可以走呀 再下两个VS继续变 我觉得你要 你要么出风暴 对吧 你要么出风暴也行 不要再去出那个什么虚空了 虚空真的没有大家想象这么好用 虚空要配合电池的有点用 被飞蛇待会误一把 这虚空就爆炸了 不过呢 还好大龙塔被打了之后 现在苏特夫是不敢 不敢轻易的出门的 因为你万一出门 大龙送掉的话 那你这个 这盘就不用打了 但是苏特夫在个人猥琐 用得着这么拼吗 这解释啊 这个顶着大龙在那边猜地宝 你真的没blink 又blink 何至于此啊 又blink的话 他就想好了 暴虚空了 反正 那你都想好了 你就粪坑走起啊 还出个毛的差 我靠 这个时候 疯狂点粪坑 没领悟到粪坑流的奥义 对啊 这个时候就不让点粪坑 我靠 我是觉得在地面压住的情况 真的 出 出堆裂是最好的 而且对方大龙也不多 你现在暴虚空 待会儿被这个腐化 带这个飞蛇 带感染虫 这定的妈妈都不认识 待会儿 是的呀 堆裂现在打得过大龙呢 因为 因为堆裂可以强行跳上去 秒了一个大龙 对 没有小虫子挡路了 现在 就没有那个感染的枪兵挡路 不过这缩头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局面真的 出那个追猎是赢的 出风暴也是赢的 但出虚空 我觉得未必 对 有可能被直接一波定家物 直接爆炸 对 定家物在家下面 砸火 嗯 如果他打了一辈子的感染大龙的话 他肯定能操作做出来这种操作 对 围城 哎呦 好伤啊 你要知道索头夫的大龙感染 绝对是用的好的 因为他只会这个 对 左右牵扯 其实牵扯的不错 其实 很明显 索头夫现在 他地面是不足的 你真的应该 就应该跟他打地面 对不对 他地面是没有什么祸的 就跳追猎啊 现在才去造 有点晚 也还可以 至少比没有好 也是啊 也是 什么时候造都行 不 你造比没有好呀 你 你 你 也是是刘勒波 刘勒波那个的 刘勒波刷 刷碎链 他也感觉不对了 苏豆夫现在这个大龙 大概只有六七个的情况下 其实是很有机会 没有 爆炸了 爆炸了 上面爆炸了 爆炸了 爆炸了 定家屋爆炸了 本来这个苏豆夫就打后期就很厉害 完了完了完了 对 这个 这个就是出这个 拳倒拳倒 虚空的坏处啊 早点出队列 早赢了 你想一想吧 这个 这个战术 你妈 苏豆夫是万恶之源 他怎么可能用不好吧 这就他发明的呀 就大龙改人 后面的欧洲人都这么打 虚空出的真的是真的有问题 就你出虚空就说白了 你就把这个比赛想得太简单了 对 就觉得你A就能够把这张A死 其实不是的 就真正的高手 你是不可能通过A这件事情来把 就打到大后期能够把这张A死 对 现在出这个追恋的有点晚了 因为对方大龙已经多了 刚才对方是没有这个大龙塔 所以他变不出来 现在他能变出来了 这局面很难打 也是活活把自己给送死 对吧 就拼一枪正面的呀 如果追恋找到一个位置 跳脸跳得好 说不定还有机会 那是 对不对 他追恋只要够多 二十几个追恋跳脸 有机会跳死 但是他下面有赶岸虫 赶岸虫有什么用了 他只要跳了第一波跳上去 把大龙秒了就完了 他就怕第一波没跳 先定住你 那定住就不说了吗 我的意思就是你先跳跳上去 把大龙秒了 有机会一波打死的 这个追恋这个位置 有点尴尬 这位置 这个机会 要跳吗 可以跳 要跳吗 可以跳 秒一 哎呀 这秒不到 他故意 还有 他是定家雇这个狗别 还要控 哎呦 童话又完成了 索特夫这个后期 施打得有点好 是的呀 万恶之源 原始 原始一重 这排 完全是完全是自己的问题 跟索特夫 和索特夫 哦 哎呦 这个 舒服啊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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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两把钉 然后瞬间就放下来 就是同一时间 协同非常好 他是万恶之源呀 那妈的 他是会用的呀 不要在这个位置打的呀 这个位置他永远在高台的呀 哥啊 你 走了呀 是啊 你 你现在 你追恋那么好的机动性 你去用 你用机动性去打呀 分个两线 各种打多线 对手的兵器 是没有办法多线的 这个操作 后期操作熟练 这你把 他是挺熟练的 熟练的一笔好吗 练出来了呀 他是原始一重 你们说练家 你这边 你这边搞一下 那边 那边四况这个地方 再搞一下 你就测 慢慢慢慢转了 这时候其实 我觉得还是要去转 攻防 地面兵已经 已经打不过了 对 千万要避免 这个索头夫打后期 地面的部队 已经打不过了 你要想 这个人 在大家都没打 大龙盖然的时候 他就在用 打了一年 不止一年了 他打了两三年 这个战术 后来是 我记得是 在去年年中的时候 C肉他们才开始 用大龙感染 之前都不太用 你要记得 WESG的时候 其实C肉都不太用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落单了吗 好像 有大龙 他就 他大龙位置 就是那边 唯一所住 高台 你有点不到 你有没有视野 然后还有感染虫也 在那边 我就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办 老练你家子 你妈他重组好吗 那重组叫什么 温什么来着 忘了 重组叫什么 名字来着 妈的 叫B就了个重组 不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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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虫 那个不是 那不是 天空打地面 才能减伤吗 地面打天空 也能减伤吗 不行啊 那就是啊 他生这个搞毛啊 他 Zorotov 从头到尾 就一加虚空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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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伸着 放着呗 竹尔温 对 竹尔温 暴征 活生生看来解释 这样 这样就出了 别 真是活生生看得去的 他們Sero比這個人早 你相信我這個人的大龍感染 比Sero絕對用得早 你想想你不是去問那些職業的 你問李佩蘭他們 這比多少錢就要用 這個人我覺得最牛逼的就是很有耐心 對啊 真的有耐心這個人 Sort of,你媽個機 太有耐心了 他還不擠電 他慢慢跟你打 沒有Sero用得好 那是 那當然沒有 但他後期其實打得還挺好的 你看他的幾個操作你就知道他後期的幾個 定桌 定桌 繼續電 有點衝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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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用得很好啊 我靠 用得很好 他不亂的他這個操作 他還不A別人 解釋又開始爆虛空了 這個已經輸了 你中到無線循環輸了 解釋打的時候 局面就打不過這個 打不過這個 打不來了 中期一度打得優勢挺大的 你越不打索豆腐,解释就越不会玩 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索豆腐爽的一笔,铺管子铺防空 他不就是上个版本的打法吗 他上上个版本就这么打了 不是上个版本,是上上个版本他就这么打 不管这个版本强还是弱,不管你怎么改 老子同组指挥这招,你别逼 指挥大龙改人 可以,牛逼,牛逼 没话说,打得好 你们让解释后期又出闪间又出自爆 你们有点太勉强他了 他没有这个实力局 太惨了,关键就是收到5也不A 你妈的就等你A他 他没有这个实力处 不是他不处或者他不想处,是出不了 哎,解释你妈的好惨哪 就打得很无奈 那怎么办 就直接被饿死了呀 这个跟版本没有任何关系 就完全解释不会打这个后期 大龙改人已经削了很多了 完全可以打现在 只是解释自己没打好 稍微再等等下一场 反正你尽量不要跟这个人憋 这个人憋后期真的打得还可以 不是你今天憋不憋的问题 而是这个人就会跟你憋后期 那你就跟他干一样 那你就跟他干一样 哎,这盘输得太可惜了 就很气你知道这种 解释还是适合 就是打到中期,载到中后期 就一波A出来 把地方A死 绝对绝对不要去打成大后期 大后期不适合他 好的,我们要稍是等待一下 等一下呗 妈了个急,真的是 他们两个比赛真的打得不可 真的是招不住啊,这个是 我就想Sed老师碰到Sotov 是什么样子 妈了,就两个人猥琐呀 我Sed碰到Sotov 我告诉你 今天这场比赛 每个一个中头 是绝逼下不来的 你相信我 妈了,可是他们两个碰到我 靠 你妈的,上来就开始点电池了 对吧 Sotov都傻了 老子第一次看到那么猥琐的神族 人都傻了 妈的,两个人都傻了好吗 我还想猥琐一下 不,两个人都傻了 你妈的,我第一次看到你妈那么猥琐的重组 死尸之战 你妈的 幸好这两个人不在一个组 这两个人在一个组 真要出事 都得死 大家都得死 把他们的比赛安排到最后一场 然后我们都去睡了 等他们自己打 打完了叫我们 想都不敢想 哈哈哈哈哈哈 臭水沟 我也是分天流 他们的确有点有点为首 简直上来是封一下对方的这个二框 一排一个钟头 我觉得你们也太低估他们了 他们首先要把地图上的所有的框都踩完 踩完之后 你妈麦克尔赛如果烈死 他就不会出门 因为就等着你来打 对 然后Sortoff也是那个 你妈 不把框踩完 我不会A的那种 一个小时太低估他们了 我觉得打两个小时都有可能 有可能 这两个人都不A太夸张了 好了啊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场 嗯 看这场怎么打 也是 其实这场比赛的胜负 关键的时候 就看解释能否 在对方猥琐之前 先把对方给打死 这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解释我觉得中期一定要解决 战斗不能拖 是不是吗 真的不能拖 你拖到后期他大龙盖上 的确好 首先你到大后期 首先你闪电不用 自爆球不用 那你妈你告诉我 你这大后期怎么打 是的呀 他大后期的确打得比你好 解释VS下去了 难道航母走起 有可能的 对吧 走出他的航母流 好 不 这个航母流我觉得 哎不不 航母有打索尔托夫不行 索尔托夫是一個女王特別多的人 好像也是 打索尔托夫不行 別人在這個時間前可能就是五個女王 他可能有個七個 你要打七個女王 就可能打破兩航母一個虛空的臨界點 對不對 1-2 凱娜就沒有戰術的說法 對 索尔托夫每一場都是急防速 索尔托夫防得去挺好的 他永遠的打法都是以防守為主 先偵察到之後 然後我守住你的進攻 然後我憋出大龍 然後我再拿下比賽 可能比賽會稍微長一點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能最後 最終我能拿下比賽 對 他死一個 他兩個都要都不放過啊 那麼兇啊 咬得掉哦 那解釋會不會虧慘呢 我就感覺解釋他媽開不出來 礦開局 不至於啊 你怎麼先知不要停啊 怎麼都開得出來的 他打法就不是先知不停的打法 他就有一個先知 先知如果說 你要想先知如果不停的話 那是不是就要去騷擾 那這樣的話 會不會增加解釋前期的負擔 對不對 那會對他的運營可能會有影響 用麥克爾賽的的話來說 沒有騷擾的實力 就不要去騷擾 先知出了就放到三框那裡 然後你就把三框開了 是的呀 你就不要出去浪 啊 抬一個 是不是嗎 你別出去浪就好了 老老實實的 你就把那個兵放在放在三框處 絕對沒事 你三框裡可能開得出來 這兩個人操作都還可以 這波召喚下來 什麼都沒 解釋 解釋 冰已經補下了 會不會打一個三框的tame一波啊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這也是解釋可能 比較好的一個戰術吧 提速他在白球 直接一波帶走 不要搞這麼 對還在不朽的 中後期了 的確搞不過有點 兩個白球其實搞得還可以 嗯 至少沒死 這兩個白球 就看中期這七分多鐘這一拳打得怎麼樣 七分多鐘這一拳如果打得好的話是有機會 有機會一波打死的 對 差不多了要出門現在可以出門了呀 嗯 一攻也剛好 你可以開個四逛再出門 其實前面其實大家爆兵民差不多的 對 對 跟Sortov打也有點不太適應 這這個狗幣永遠都不進攻的 呵 他真永遠都不進攻的 他又開始三本大龍了 呵 呵 哎呀 天啊 天啊 他跟迈克賽特碰到一起 呵 老子這次在好怕 他們兩個要是出了線碰到一起怎麼辦 不可能 迈克賽特不可能出現 你相信我 迈克賽特哪個組嗎 迈克賽特那組 迈克賽特那組 哈爾斯 瑞克斯 蓝星 他真有可能出現啊 呵 那也碰不到Sortov 你這樣慌 那不好說啊 你媽是鬼知道他們怎麼分的 呵 鬼知道他們怎麼分的 他們兩個人媽碰到了 來個波舞 我們你媽人都傻了 呵 那你媽真的傻了我靠 對啊 他們兩個打個波舞 真他媽人都傻了 今天晚上就波 這他們兩個這個波舞得了 單獨給他們挑一天呢 媽的這場比賽絕逼是 是你媽鐵血戰士大戰一行 我靠 你媽跟你 我就單獨給他們挑一天呢 你媽的這場 待會他們兩個如果真的碰到了 真的碰到了 我把你媽鐵血戰士打一行 那個電影的海報 你媽都拿出來 我靠 就單獨搞一天 他們兩個打 其他比賽重新安排 沒把你媽一個小時起 哎呦 又來又來又來 又跟上山一樣的 但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就是 他至少沒有被滾到 那又怎樣呢 這個被打到了 這個索陀佛 我雖然 雖然我告訴你 他是憋大龍感染的 但是中間這拳 他還是挺硬的 也不要小看他中間這一拳 他只有中間這拳硬 他才能穩定 憋出大龍感染 現在大龍已經變了 他不會進攻的 你相信我 他永遠不會進攻的 他要等到大龍 有大龍才會進攻 他已經開始插管子了 我的天 他吃了對方一波主力 他開始插管子 又是大龍感染 他媽的個機 不不不 他優劣是做大龍感染 他永遠是這一套打法 你媽從 不 劣勢是沒辦法 你媽優勢這大龍感染 是過分了 他是優勢大龍感染的 你要記得他跟李鵬男 打的那幾場嗎 不是也是優勢大龍感染嗎 跟你說了 從祖祖爾文 萬惡之緣 你媽就是他 這上一排被他搞得有點困了 你知道嗎 他又來了 我靠 你媽的 反正放你開 放你開 我覺得他這個實力打 打 打這個警示的環報啊 他是不是一會兒要打雀譜啊 好像是啊 你媽最後想打雀譜 哇 我的天 我靠 哎呀 我們雀譜 雀譜比解釋要纏來這麼小 你應該打他 雀譜可能一捅他就死了 你打太龜的蟲族 他應該不會那麼龜 你媽最後一盤 他打雀譜 今天我們什麼吃雞 也不要想 哈哈哈哈 不過我今天 今天我希望在凌晨一點比賽能夠結束 好不好 現在你媽現在十點 十點不到 媽還有三個鐘頭 我希望能結束 他們兩個打一個波五 波 還好波二 還好波二 兄弟 還有波二 還好還好 還好還好 還好波二 這兩盤有可能是一個半小時 對差不多 還好波二 我滿打滿算 算他兩個小時 那也就兩個兩個鐘頭 對不對 然後還有一場波二打個四十分鐘 差不多十二點半 還想是夜碟打誰 夜碟打誰啊 夜碟打Gym 這場比賽不會 這場還好 還好 還好不是 麥可塞的打你媽 打這個Sortles 幸好 麥可塞的打 就真的 他們兩個打個波二 你媽說不想打出四個小時 波二就是 打出四個小時 波二 對 波二就是打兩盤 1比1 也結束了 沒有什麼一定要2比0的說法的 一定要2比1的說法的 沒有的 你媽的又打到剛才這個局面了 他媽的 真的是 爆了你媽 爆了那麼多的地面部隊 他吃了別人的主力 他也不騷擾 反正你在家裡面 就在家裡面搞大龍感染就完了 我靠這個活 15個農民我靠 不重要 不重要 反正你死了農民一會兒也能補起來 他也不打你 是不是吧 說的沒錯 不 他最過分的是你媽 吃了對方不足 居然媽 在家裡面插管子 我好 這是我覺得最過分的 這個狗逼 有Blink嗎 應該有吧 應該有Blink 那麼多追戀 這個你跳上去就會被滾平的呀 這怎麼打嗎 這瘋了嗎 他已經 他已經瘋了 這跳上去 解釋忍不了了呀 拼一槍呀 解釋已經被你媽怒火 他看到大龍感染就不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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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死早潮生 剛才那盤轉這個追戀有機會贏 是因為他那一波打出了很大的一個優勢 不 我就跟你說 現在 早死早潮生 是不是 你媽解釋跳了就可以退了 我們也不要受那麼多煎熬 對 對嗎 早死早潮生 他會不會吃了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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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 有沒有道理嗎 有道理 我去個廁所 我去個廁所 媽個讚 真的呀 真的是早死早潮生 你媽如果 如果再讓他憋下去 又是跟上一盤一樣的 好了 那下一盤就是夜碟要對陣Jim 然後最後一場就是我們比較期待的卓普對著佐托夫 夜碟打Jim 我覺得這場比賽還是可以看看的 看看夜碟最近這個PVT到底打的怎麼樣 因為之前他的表現還可以 打了個邦尼的時候表現還不錯 當然輸給了Jim 對吧 我靠你們不期待嗎 這場比賽 你們可以先看一場 先欣賞一場 Chip對索托夫的比賽 欣賞完了 你們再好好 你們再閉上眼睛 想一想這個 想一想Michael賽的跟那個索托夫的比賽 跟那個索托夫的比賽 對不對嗎 這個就是這樣的 搞兩下你們就懂了這個遊戲 稍微等一等啊 然後他們還要準備一下 萬尺王萬尺王不能來了 好了下一場夜碟對Jim 夜碟在功夫杯是1比2輸給了Jim 這場比賽可以看一看 這兩天夜碟有沒有一些小小的進步 Jim的TVP肯定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問題的 看一看啊 外賣點好了 真的嗎 我夜碟這個照片真的是 不談呢 估計下輪就要換照片了 好了我來了 下一場就是夜碟啊 這個照片是夜碟自己發的 對跟我們沒關係啊 這個 我們不會強行你媽的要要選手照片 那麼醜的呀 我大家說對不對嗎 我也沒希望你媽的選手照片 稍微強一點的 稍微好看一點的 是的呀 來了 夜碟對Jim 看夜碟今天是不是還要走巨上流 應該是 因為他現在經過這兩天 我相信他的這個整體的這個打法風格應該又 又會就是細節會好很多 對 看一看唄 看一看唄 找一下看看有沒有野兵贏 因為Jim的確也比較喜歡野兵贏的一個選手 怎麼說呢 呃 Jim 總的來說的話 現在來看還是比較 就打的還是比較中規中曲的一個選手 他TVP就是靠小超做魔的呀 野兵贏的 對 野兵贏的放 但是放的不多 真的放的不多 Jim就一直是屬於那種就小刀咯咯咯 然後把你咯死對中學 對 不過Jim其實 呃 我這這兩天就比賽看下來 是 我對他還是挺強的 還是挺強的 是挺強的 這個人真的 真不要小看這個選手 這個選手 天花板非常高 哎呀 他是曾經在韓國那個最 競爭最激烈的年代 進過決賽的男人好嗎 對對對 對 他跟奈福當時打成那樣 你想一想 在那個年代 哎 他是一個在非卡斯帕體系 最後被T萬選過去的年輕選手 說明韓國那幫人是認可他的天賦的 不然不會去找他 卡斯帕的戰隊 你想找那種非卡斯帕的選手 其實找的不多的 T萬招了個帕挺招了個俊姆 然後那個青夜招了一個馬路 基本上就沒要過非卡斯帕的選手 我覺得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 韓國的那些教練的這個眼光是相當相當好的 對 他可能有些眼光 就教練 因為他第一不是線下 線下碰得到他嗎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他可能對這些選手 比如說自律啊這些東西都考慮在裡面的 對的 對吧 有很多東西他都他都了解這個選手 有些選手可能也打得很好 但是媽交流了兩下覺得他不太不太想練 也就不會要他了 夜點還是閃追開啊 開局沒什麼問題 有一個水晶 這個水晶不知道要幹嘛 反正現在這兩個人來說的話 待會還是一個 Gym在這邊攻 然後夜諜在這邊守 這樣的一個狀態 嗯 其實這只有這樣夜諜才能夠 讓自己的這個內力啊 他接一波了 可以哦 這個也讓Gym有點想不到啊 這想不到 這個一波絕對想不到 想不到 想不到這誰也想不到 讓我講講CASFA體系 CASFA就是當時他們主要是第一個 首先贊助就是CASFA所有的戰隊都是歸屬於這個 當時他們贊助的企業的 就比如說像KT T1對吧 像那種什麼 合成OZ 什麼熊金STAR STX CJ 這樣的 這樣的戰隊 他們都是歸屬於這個企業的 他等於這些人都是企業的員工 所以他們這些 CASFA的戰隊的待遇是非常的穩定 和非常的 還不錯的 對吧 不能說特別多吧 但是還不錯 已經蠻高了 已經蠻高了 然後第二個是他們的所有的這個配置啊 非常的完善 就不是說我就是找租一個房子 讓這幾個人 媽的在做住在那裡練就好了 他們在教練 助教 然後什麼經理 對吧 領隊這些心理 就是心理輔導啊 這些所有東西都配的非常的完善 然後練習也是卡的 就是 直接跳了 我們看這邊 直接先秒 先秒 好漂亮 再秒 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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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波 這波沒 讓對方沒想到 這叮噹只要不死 過一會兒 第二波追烈就來了 欸 夜蝶追烈走歪了嗎 再從正面來 這波我覺得夜蝶有點麻煩 不應該從這邊繞啊 對 應該還是往這個地方跳的 唉 不過對方也壓力有點 噢 他飄了個石頭勾走了 可以 這個局面已經是大優了 對 地堡掉了正面 隨便跳就好了 然後這個路給你打了 你拖農兵我也不怕 我一個一個跳就好了呀 對 這個GIM的操作很不錯啊 剛才 同學的這個 夜蝶其實跳的並不好 夜蝶跳的並不好 你媽這個跳如果有爬頂就跳了 有點駕馭不過來 我告訴你 有點駕馭不過來 他就前兩個是一個一個跳的 後面都是一坨一坨跳的 對 他如果有parting的跳 這波就已經死了 唉不過不管怎麼樣吧 這波還是打出了一個優勢 優勢劇的 還行吧還行吧 還行吧 反正你現在也沒有這個震撼彈 你也追不上我 我剛才他那個跳 絕對是有問題的 他一個一個跳 你就一個一個跳 你不要跳到後面 就一起跳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兵營啊 那個兵營有 那個水晶有三個兵營 做支撐的 對 不過 Dream如果沒去打的話 那這個 就沒問題了 唉呦這操作有點精細啊 這操作啊 下一波就再提出差了喔 Dream是有 有這個一攻的 這個一攻很關鍵 這個部隊就很簡單 就是如果說 Dream正面擋不住 夜碟 正面這波部隊被打崩了 那夜碟這盤就贏了 因為你 你的這個運輸器 根本就回不去 他有blink的情況下 你運輸器回不去的話 你就後續就沒有什麼威力 對 夜碟兵也夠多 直接跳臉 跳臉 直接點運輸器 這局部甩得非常好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我感覺要翻盤 要翻盤 真的甩得好 往後跳 要翻要翻 這個局面要翻 立場 漂亮 這 可以 這立場可以了 再刷一排插 有機會擋住 怎麼往後跳了 剛才的 他刷不了插了 他現在全力在刷水利 家裡面好像搞了一下 漂亮 這個躲的 漂亮 漂亮 感覺很好 插過去 能不能引個地雷 追著打 追著打 還行還行還行 這波可以 這波插出來可以追著打了 直接跳臉 直接跳臉 點運輸器啊 直接跳臉 點運輸器 我靠 沒有視野剛才 擋豬就贏了呀 郡姆是兩礦一博的呀 不 郡姆是開了三礦的 我告訴你 擋豬也贏不了 郡姆這農民現在很多 比他多實 他三礦只要開出去就好了 對 這排已經是 已經是很難打的局面了 他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一波全吃 帶運輸機全吃 要一波全吃 這個可能性並不大 由立場隔不了 關鍵光頭有點多現在 這俊姆的操作是真的好 而且俊姆的攻防是領先 有一攻的這個兵的話 其實 你就很難打 漂亮 接的接的很很nice 我們夜碟也在搞 小偷小木在各種搞 兩個人真的在拼抗壓能力啊 我覺得有點扛不住了 有點扛不住 有點扛不住了 地雷看炸的怎麼樣 哎呀炸到差了 正面這個壓迫感好足啊 他主要甩得好 真的甩得好 最後留下都是光頭 還在各種接送光頭 這個操作有差距 這夜的第一波真的跳得太不好了 第一波跳得好一點 就直接打死了 第二波跳得不好 第一波其實都已經感覺要穿了 對 跳得不好這波 太可惜了 跳得 那怎麼辦嘛 咋辦嘛 有差距呢 還是我們還是要承認的 這個東西很正常 對不對嘛 對 這排真的是那個Gym打得好 我覺得Gym打得真的好 我這張比賽看就 就感覺很舒服這張比賽看的 嗯 對吧 他跟剛才一比是不是啊 黃哥 我剛才那個他媽要死人的 剛才那個看完 剛才那個看完真的要死人 不我就說吧 跟剛才一比是不是感覺啊 瞬間啊 好了很多啊 人都精神的不少 是的呀 我剛才都已經 已經要睡著了好嗎 剛才 昏昏欲睡 剛才那個比賽看的 我靠 主要主要主要不是說昏昏欲睡的問題 主要是 他們一到一到這種局面 我剛才主力吃完 然後在那邊插館子 我就覺得你媽這盤 又是一個無盡的一個痛苦 你不覺得嗎 對你說的沒錯 繼續講CASMA 沒什麼好講 CASMA CASMA 我就跟你說CASMA 就是第一個管得非常的嚴 管得很嚴 他們裡面 而且所有的人都把這個事當個事 對吧 而且的確當時他們的整個環境 就星期一的那個時候的整個環境 包括關注度也好 影響力也好 那的確是達到了韓國電競的頂峰 這個CASMA當時的確管得非常嚴 所有配備又很齊全 整個管理選拔體系又很完善 他們的韓國也是從這種小學就開始有聯賽 整個韓國都有小學就有聯賽 這其實就是他們體制獲勝的問題 對 他們是整個小學都有聯賽 全大量的小學聯賽打出來 然後你要怎麼成為職業選手呢 職業選手是要發一個證給你的 當時CASMA 他要發一個叫做職業選手的一個上港證 你只有有了這個證 你才能證明你是職業選手 他們還有什麼模仿NBA的選秀 對 就你有了這個證 你才能夠去參加選秀 就是說你有這個證 你未必有俱樂部會要你 但是呢你是有資格去選秀了 這個證要怎麼拿呢 叫你你要去考勇氣聯賽 就是要有一個選拔的機制 你要勇氣聯賽考上去 勇氣聯賽就等於是一個全國選拔 就全國大家所有人來海選 就全國所有的那些業餘選手一起來海選 然後你贏了 你打到了前幾名 好像前四名 每一年選兩次 每次你打到前四名 前四名他就 你就進入了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他們好像是 每個職業隊會派一個職業選手出來 然後你要打上六連勝還是七連勝 你要把這些職業選手都打贏 六連勝還是七連勝還是十幾連勝 我忘記了 反正你要把這些所有職業選手都幹了 然後你才能拿得到這個 才拿得到這個證 很難的這個證 他們派的職業選手就是那些練習生 他也不會派很強的過來跟你打的 就派那種練習生過來跟你打 然後你要把這練習生全部幹掉 然後你才能拿得到這個 拿得到這張證 很難的 這就當時卡斯帕的這個為什麼這些職業選手很難當得到職業選手的原因 就看這場 夜間能不能扳回一分啊 嗯 深格之練 你可以這樣講吧 差不多就是深格之練的意思 對就很難 然後呢 羅賢PG是怎麼拿到這個證的呢 是因為每年這些職業隊是有 有資格往外發 有特招的 有特招就是說你不用去考勇氣聯賽 你可以給你發個發個一兩個證 這個是可以的 羅賢PG就是靠拿這個證去的 他如果真的考他是考不上去的 過得沒錯 你想你想過勇氣聯賽非常難 有很多人考了很多年才考上去 所以韓國為什麼你覺得他星期一的一些人都是無敵般存在 隨便哪一個什麼都感覺都很厲害 就是因為他們每個都是什麼的全國頂尖選手選出來的 你們所謂的一些天梯大神 什麼當時的一些什麼英德福這些對不對 那些所謂的什麼美西沙蟲記在美西感覺就已經無敵般存在了在美福 號稱美西沙蟲記 人擋殺人佛擋殺佛 然後跟上來去打WCG逐選賽第一輪遇到 那些那些都是搞笑的 那些打你你也打不過英德福呢 你吹個毛 本身那是 但是那些在韓國職業體系裡面都是搞笑的 搞笑的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在職業體系裡面這些全是搞笑的 好我們現在看這場比賽待會給你們扯 也別死了 也別死了 沒有什麼的呀 真是這樣的呀 你們不要笑呀 真是這樣的呀 英德福最後WCG2006年碰到主賴第一輪 你媽主賴指出了飛龍他就死了 這就是美西沙蟲記 主賴飛龍甩一甩就沒了 就兩框甩飛龍甩到最後就沒了 就甩兩下 那媽對手就退了 那英德福臉都打歪了 打完之後就再也不說自己是美西沙蟲記了 也再也不吹自己了 就這媽看到了天有多高 看到你這個 疯狂了 懂了 在轉巨像啊 這個夜碟還是打得比較穩重 反正夜碟現在尾盤都在走巨像啊 很正常 暗示孫哥 我孫哥當時在韓國就是業餘選手 練習神都基本上打不上去 不要暗示我 沒什麼暗示我 不不中國的 基本上都是業餘選手 是不是嗎 你做的沒事 我跟你做個比喻 嗯 我就很簡單的 我跟你做一個比喻 是什麼 什麼情況 沒了在韓國 就是在當時的韓國啊 我跟你做個比喻 有大概 50個Sero 差不多吧 50個有點多 20個吧 50個Sero Sero就是韓國一線主力的實力 你媽每個隊都有10個Sero 對不對 差不多就有 就就就就有 不是說10個吧 有5個Sero 每個隊都有5個Sero 這就是韓國 沒扯蛋呢 就是那麼誇張啊 每個隊有5個Sero 然後有10個Sero 打不過的 然後你媽韓國還有 還有4 5個 你媽把Sero打絕望的 就就這麼誇張 打到絕望 打到Sero 你媽就不想打這個遊戲 真的50個呀 看主 先看主 這邊 你頭下來了 巨像馬上就能出來 操作巨像 還好都是槍兵 有機會 還好都是槍兵 巨像不能倒 還行還行還行 還行還行 死了9個能力還行 還行吧打的 但是一波接一波的話 也有點扛不住了 對 強硬過來點巨像 第二個巨像也來了 守住應該問題不大 在家裡面 哎呦這多謝已經起飛了巨母 起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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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頭臉了 哎呦 這這這 回城 打不過也 真打不過 就是各種小操作被占便宜 你媽節奏好快呀 我根本感覺 在馬路在打嘛 我很想知道 一碟的兵哪 他打比他弱的 他用各種小操作占便宜 你是沒有辦法 你媽 已經真的A層下極限了 這這已經走遠了押著他 兩線不停的押 押著押著就死了 然後打不住了 这多线压力太大了 就是各种被占小田一占死 对 每波打战损都优势 最后把雪球滚起来 这场 剧目发挥的相当的出色 对 当时CJ雷塔什么水平 雷塔顶级人组 一线人组 顶级人组在我心中只有 就叫 那你把教主画到这里吗 对呀那是雷塔是一线 一线一线一线 雷塔就是一线 这个我们还是 雷塔很强的 雷塔非常强 我告诉你 我在 我在那个 就RPM这个没起来的时候 就还没打职业的时候 我看他的战报我就预言 这个人一定会成为重组一代宗师的当时 然后他就成为了一代宗师的 然后你妈他们都不信 一个他还有一个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人组也是他们GM战队的一个人组 哪个 Iris吗 对 Iris 那个B也很猛 那个B也是一线人组 纳达 纳达他在他巅峰的时候 他绝对是顶级人组 神呀 纳达巅峰的就是神 每个选手都有自己巅峰期的呀 你巅峰期过了吗 你走夏波鲁很正常的呀 对 纳达就是神 对对吧 然后什么 什么 我想想那个谁呀 那个 范太子 范太子也是顶级顶尖选手呀 对 范太子也是顶尖 范太子很猛的呀 你们不要觉得范太子 你妈现在好像星期二的时候不是很猛 范太子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好吗 他只比教主赛 范太子是SKG的一杆 很强啊 不然你们不要拿我的巅峰跟他妈什么解冻这种巅峰去 妈个机我这么跟你说啊 对吧 如果我我妈比喻七龙珠对吧 我他妈我现在就是克林 然后你妈那边韩国什么解冻 你妈跑过来就你们借王神 不是一个次元的 你妈这么想好吧 那么可能也没那么夸置 你是不是有点低估解冻了 妈解冻过来这妈的我感觉是破坏神的 不不 我是克林呀 我靠他你们的一个解王神怎么了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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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不不 孙哥你不要乱讲 他他还是有点强的 我知道他有点 我没什么不强呀 你都是克林的 我感觉他不说是破坏神吧 他你妈至少也是个超级赛亚人 超级赛亚人 不过分吧 那我觉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解王神还可以好吧 戒王神到最后面合体之后 他的战力也有三亿好像 是吗 那也没有差那么多 你妈克林就 你妈的颠覆也就十万 十万战力 但是你妈割一割一首气园斩 差点你妈把解冻给斩断了 你最后就想吹你那首气园斩吗 我这种气园斩还是可以的 好吧 孙哥你妈说到最后就是 撒旦这种我告诉你 撒旦什么使命 撒旦可能比黄旭东到较弱 我好 撒旦有没有 撒旦就接班人 黄哥大概 好了来了来了来了 为所知战来了啊 黄哥大概 我觉得如果说 老子知道是个哑不查 我操 不不不你绝对不是哑不查 你把你哑不查 你心机哑不查 你有点过来 那我是谁吗 龟仙人 老子至少也是个龟仙人 是的呀 不不贺仙人 贺仙人 毛也没那么弱吧 不不你应该是陶伯伯 我想是什么 老子也没那么弱吧 陶伯伯有点弱的呀 差不多了 你经常可以杀别人吗 杀手吗对吧 但是你面对这种 龟仙这种实力 龟仙人就差不多是中国职业水平的 你妈的我随便说几个 你妈豪哥说他 他是龟仙人 你妈你认不认吗 那那那的确有点缓不认 你妈你是不是陶伯伯吗 那妈我就变陶伯伯了 你他妈是克林是吧 对啊我克林啊干嘛 我那么惨 可以啦 那个然后然后你妈那个什么 什么你妈的什么 你那个什么什么天王就Rush Go One 估计你妈是个亚齐诺贝 差不多呀 这种实力啊我靠 陶伯伯还可以好不好 唉妈了个气 算了 唉这场比赛我们看一下吧 这场比赛会 猥琐到什么什么样 什么样的情况 打着猥琐呗这场 这场肯定是很猥琐的 大家不用想 唉这些人真的都不信我我靠 我心急呢你却没什么好吹的 不是我我跟他 我跟他们的意思是说 我说韩国这帮人 妈的真的很夸张 韩国这帮人是很夸张 妈上来动不动就是你妈就跑过来 是个你妈什么San 对吧 是的 妈的真的 不利沙这种 就算你们韩国那种 最菜的职业的时候跑过来 妈至少也是个人造人吧 不是我就跟他们说 韩国我跟你说2007年 差不多是韩国最巅峰的时候了 差不多吧 我靠直接Rush了 这什么动向 妈这什么战术啊 他直接踩开我引一波 我靠那么狠 他如果读口的话再踩 他这边一咬直接踩开 可以啊这个战术 可以啊 你打不完啊 你肯定打不完啊 这个农眠那么多 这 他强行踩开啊 但别人堵死了怎么办 我堵堵堵堵堵 哎呀 什么这 这 没踩完 这 这 妈的尴尬了这个 哎呀这个绝皮尴尬了 这个绝皮尴尬了 不是等你打完你妈的 别人还有把力一场 还能再堵一手 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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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他刚才是刚开始这么想的 就是我正面不是咬你的兵吗 那你的兵肯定 你没注意 然后就把这些踩开了 对 撤你嘛 不是他看来打比他强的 他也知道打不赢 他就开始用这种战术了 你说的没错 退了退了 撤你嘛 说好的猥琐呢 说明他是个正常人 我们说回来 我跟你说2007年 算是韩国星际最巅峰的时候 是不是 那时候教主什么的都还刚出道 结冻教主刚出道 是不是 我跟你说 排名第30名 你知道韩国是谁吗 谁 你猜 你猜 第三十名 第三十名吗 范太子啊 不不不不 范太子有点过 范太子那个时候还没出道呢 那我想第三十名是谁 第三十名 第三十名 安丁泰姆 不 是卡姆 卡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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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30名 29名 卡姆 The Marine 28 I love 27 火冰26 弗瑞 25 Xellos 24 C23 GG 22 July 21 你妈 截动排第二十名 这个这个的确 他妈我就跟你们说韩国 你妈找50个Sero 都是有机会的 有机会 在这个 真的呀 你妈卡姆都排第三十名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STX绝对主力一哥啊 当时是 是不是吗 卡姆有点强吧 你这个承认吧 我承认 我承认的 卡姆很强呀 你真的很强呀 卡姆 卡姆 就大概就现在这么 你说出来就是肉 是不是 黄哥现在苦就苦在 他苦 S 这怎么在说 就地宝吗 好像要要要狗了 要要狗了 黄哥 也不是不是他封了一个 封了一个 苦就苦在 你妈 当时心机不强 没干 没干不过那些职业的 你妈什么 一个都打不过 都打不过 所以只能吹韩国人 他如果你妈的 如果能够像星期二这种 经常干什么麦克尔赛这种 他早就你妈吹上天了 干不过 干不过 他是真干不过 真的吓人了 老子妈看了这个排名 我都惊呆了 你妈卡姆竟然排第三十 他排第一的是IPX Zerg 第二是Nada 第三是那个Iris 就是当之CJ最强的时候 第四是B属 第五GGU 第六 Nada07年排第二 对啊 那你说明这件事情 那是他巅峰时候被我干了呀 你说的没错呀 啊 你说的没错呀 他第三次巅峰 那突然感觉我 我干了他感觉 你们的还 还很有意义啊 我靠 对啊你 当年不是中国星期最辉煌的一天吗 你干了Nada 对吧 PJ干了那个 PJ干了I love OOV 然后罗贤干了B属 就是07年那次的那个 IEF IEF 对 你们在韩国 你们不是赢完了 你们那天不是打完了之后 一群人在沙滩上狂跑吗 哼 你们不是在喊吗 在对对着大海 你妈在呐喊吗 你妈中国星际终于今天站起来了 你忘记了吗 大汉终于复兴了呢 你忘记了吗 你们的当年都是你们的青春啊 都在西洋下奔跑啊 不不我现在想起来 就觉得你妈自己很傻 你没有别人 为什么会去做这种事情 你妈的一群韩国人 你妈在那边看着我们 你妈在那边呐喊 你妈傻的一心我靠 不不不 但是那一天 我跟你说 就那天啊 你们三个人 赢下了韩国三大猛蛮 虽然没有赢下IPX2个 最后被IPX2一个人 把你们都干了 但是呢 那天我跟你说 你们真的是创造了 中国星际的巅峰 你想想是不是 说的没错 你赢纳达 你妈的PJ赢 I love OV 然后罗贤赢B所 就是什么概念 我告诉你 就是今天有中国星际 你妈的跑跳起来 先手刃你妈马入 马入肉鸽子 把本 三个人同一天被打 被中国人打趴下来 然后打完了他们一帮人 你妈的就跑到沙滩上去 你妈在夕阳下奔跑 你妈的 然后面对大海 你妈各种喊奋斗 我操 你妹你妈的 那是吗 你们不是吗 你们几个 看比赛 看比赛看比赛 2的1B 但是那的确是青春啊 的确是经历过的青春 就作为一个职业选手 我觉得 这种时候其实 特别的满足 对当时关键还没有比赛 我跟你说 当时关键没有比赛 不是没有比赛 没有没有转播 我们在国内论坛 听到捷报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比分打反 然后你妈的远在韩国 中国四个选手 你妈在 在面朝着大海 面朝着首尔的大海 你妈在呐喊 你妈感觉中国星际都 你妈起来了 眼中泛着泪花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那种感觉 哎 算了 算了 好了 看比赛了 不扯了 攻速使徒一波了啊 这边Chimp也不跟他多搞 直接攻速使徒一波 首尔哪大海 那就不知道了 他们应该不在首尔打的 可能是在釜山打的吧 谁知道他们在哪里打 不不在不在首尔也不在 在那个 不知道韩国哪个城市我看 一个水源水源 反正在就在海边对不对 对海边一个海边城市 第四个人 第四个人是疯子 对吧 水源还是哪个地方 反正是一个海边城市 第四个人是谁去的 是疯子还是J斯大 第四个是J斯大 他输给IPX2的嘛 对吧然后第二天IPX2 第二个起来把他们全干了 然后打完了我就记得PJ跑过去 跟罗贤说了一句 你这个菜比十分钟都没坚持到 你看我都坚持了十分钟 我他妈当时都惊呆了 你妈还能这么比 绝对不是人串 也不是绝对不是人串 反正在一个海边的城市 哎你后来是被谁干掉的 这次比赛 我我巴定斯碰到罗贤 我输给罗贤了 啊啊啊 这边继续骚啊 骚的同时开矿 两线 这缩豆腐其实挺粗的 所以 Chap的这种骚扰他是防不住的 六个 罗费 我给言kar了 我给言kar 李 沙拉托夫呢 怎么说呢 就是在面对比他强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劝不这一拳出来 沙拉托夫要怎么打 走一圈回家吗 Chimp是有可能不会猥琐的选手 Michael Sade如果上来打是绝逼猥琐 百分之百猥琐 这个是不一样的 打法还是一模一样啊 这边沙拉托夫一攻 然后毒爆 打法一模一样 然后蟑螂火蟑螂带狗毒爆 先打正面 然后正面守住之后 然后转三本 出大楼 这个打法其实流程来说的话 沙拉托夫已经打了 就打这个解释的时候已经打了两盘了 我觉得Chimp这种憋的话 Chimp的憋应该比解释要猛狠的 废话 对吧 他打到后期的话 但是Chimp已经在憋了 他已经在憋了 这个狗憋 但是他闪出追恋啊 他在说 对啊 但他已经在憋了呀 不 Chimp 你不能说他憋 他只是做好防守 他还是会A出来的 我觉得 错误的位置啊 但Chimp只要打后期 绝对比这个解释要强 不知道强多少倍 就是了 什么事 我 诶我在想 Sort5如果遇到这种 不A他的人 他会不会也很不习惯 那所以上他跟Michael在那试一下 我看他这盘 就却不出门的话 他会怎么办 他还是大众感染 他不会挤的 他也不慌 这个立场反正还可以 这两个人我靠 滚爆再滚 滚不到 滚不到 Champ的防守要比解释 他们要好很 却不是直接转的巨像 闪追巨像 他要闪追巨像打一波 大龙已经可以 大龙还在刚刚开始变 但Sort5你别说 他军坦扑得蛮好的 所以他是靠那波军坦 然后来打正面第一拳 我靠 四巨像 然后两攻两防 三巨像还是四巨像 四巨像 他的确比解释要打得好多了 废话吗 这不是 他中间有闪电的存在 解释是纯白球 因为他闪不来 闪不好 我解释也没什么错 闪不好不闪 合成白球 性价比还高一点 直接偷巨像就什么 偷不掉 这什么东西 绕路绕得还行 这换家了 要换家了 肯定要给你换了 Sort5没有时间变大龙 大龙没有 他直接先滚一波 立场 立场 没立场了 散一下 巨像被滚了 我靠巨像 我还好 还好呀 还好 这个 我怎么感觉就 看完他一打 你们怎么一A Sort5就死了 为什么解释出来 就是被他A平 是啊 Champ就A了一下 然后冰感觉还没解释多 那就出具象的原因 有可能 他也没闪 没闪 他就A出来 随便 感谢 求来我追不到 西渊捷一的一个火箭 感谢圣辉 你不觉得吗 就随便A了一下 然后你跳 你跳 这怎么会差那么多 他差那么多吗 好了 看到你上面 便再跳上去 把你上面秒了就完了 把这个差距真的太大了 看完Champ的这个打 跟解释的打 同样的局势 同样的局面 别人A出来就没有 为什么会这样 你告诉我 为什么 A一下就没了 你把作为一个乌龟流的 这个接班人 也没归 对 也没归 关键打得还不错 根本没归 A了一下就完了 这有什么好讲的呢 我就不明白了 说好的归 要归起来 还是看他跟Michael Sight 打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 他跟Michael Sight 打就是 就是绝望 我告诉你 就是绝望 好了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笔份 明天我们会继续给大家带来 这个季前赛的这个A组 对 明天才能决定谁 谁会小赌的出现 这是今天这个比赛的这个积分 却不 现在5-1肯定排名第二的 GIM4-0也是1-0 然后第三名的就是Sertof2-2 对 也是2-4 然后以风是0-4 然后这边夜叠是抢了1分 看得出来国外选手还是要抢一点 夜叠不应该1-3吗 对1-3 1-3 他应该写错了 他应该1-3 字幕中错了 应该1-3 因为这打拨2的嘛 没有那个的嘛 肯定1-3 没有5分嘛 不可能有5分的 对 1-3 那其实我是觉得明天的比赛比较有看头的就是这个夜叠是如何对Chip包括对Sertof2打得怎么样 对吧 对 然后包括这个解释也是要跟这个GIM4要进行比赛 这场比赛也很好看 然后Sertof2看看跟GIM4打 他是肯定能出现的 嗯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战队联赛季前赛的比赛就到这结束了啊 对 走 我们去打别的吧 哦 呜呜呜呜